医疗的讯息 51岁成性妇人不言不久 去年底确诊了新冠肺炎之后 原本的咳嗽经过了药物治疗 并没有好转 误以为是长新冠的后遗症 而经过了就医诊查之后 才发现这右胸 有一颗大约1.5公分的 早期肺癌 手术切熟之后 这症状明显就改善 而目前门诊也持续的追踪中 51岁成性妇人 去年底确诊新冠肺炎解隔离后 原本的咳嗽吃药后 没有好转反而变严重 误以为是长新冠的后遗症 没想到就医后才发现 竟然是早期肺癌 形状就是觉得说 就是很像一个肿瘤 那马上就劝他就切片 切片检查就证实是肺腺癌 那看起来都没有转移 所以 所以 很快就把他安排 转介胸腔外科 胸腔外科 现在乳听就是 现在都是 胸腔外科都是 内视镜手术 现在胸腔外科 非常的 都是非常专业 内视镜手术 不用像以前开胸 开那个伤口很大 由于患者不厌不久 也没有肺癌家族病史 得知 幼胸有1.5公分的肿瘤 相当震惊 幸好手术切除后 症状明显改善 基本上就是痊愈的啦 所以这个病人算是 也是蛮幸运的 那我们 治疗之前 最好就是要把 病人有没有特别的基因突变 给他摸清楚 不同的基因突变的病人 给予不同的 包括药物 就可以得到很长的疗效 像有些 病人 他特别的基因突变 他有时候一吃药 就吃了好几年 这次晚期是很 在以前是觉得很难想象的 以前大概晚期费 大概就是 大概第四期 大概就是一年 医师表示 虽然疫情解封 染疫后 仍有部分患者 酒壳不育 根据统计 约有15%到20%的民众 染疫解隔后 一个月出现酒壳不育 呼吸困难等症状 如果吃药没有缓解 建议到胸腔内科检查 避免延误治疗 记者张伟林 台中采访报道